东欧的同学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教材的第十二章 营运资本管理的学习 这一章呢 是我们教材第一边的最后一章 那么从难度的角度上来讲 它显然要比第一章的主要章节 比如说 五、八、十这种章节 难度要低一档 当然第七章难度其实也还可以 虽然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把它绕过去了 但是我们说这一章难度虽然掉下来了 但是考试出题的概率可一点没有掉下来 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另一年主格关系都有的 2022年考多少分呢 四分到八分 有出大题的可能性 但是呢 更多的比如说它出五套卷子里面 可能有个一套到两套卷子里面 可能这个地方这一章有一道大题 那么另外的卷子里面呢 更多的它是出小机 那么它的点处在哪里 第一个营运资本筹资的这个策略 最佳现金持有量的这个分析模型 这个知识点 基本客观集 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分析 这个可以考客观集 也可以考主观集 经济存货的这个经济定货量的这个模型 这个也是可以考客观集 可以考主观集 好 这个是主要的考点 怎么学 理论和模型比较多 这一章 为什么比较多 我们说的是营运资本管理 你想想看营运资本里面有什么东西 很多 有现金 有存货 有应收款 有应付款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因为它的这个科目很多 所以你管存货的跟管 这个应收款项的 这个管法肯定不一样 对吧 所以就是 理论就多 理论多 模型多 你就不能死记 因为你死记记的东西太多了 需要什么 需要理解 因为它难度不大 所以你理解的难度也不大 然后提醒大家一下 本章 有那么几个公式 还是比较 你一看它那个形式 乍一看 挺难的 挺难记的 所以我们要什么 第一个一边线律 一边线律 我们是结合图形 在图上画一下 A除以B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结合图形 不是说我们只是为了 用来记一边线律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图形 你一下子就对 这里的三种 筹资策略 你就看出来了 在图形上 你就看出来了 所以叫你判断 比如客观级经常考 到底是 保守的基金 还是失踪呢 那么你抓住关键点 基于图形理解的 这个关键点 可能就是一针见形 瞬间你就做出来 很多事情甚至你算都不用算 尽管有一些 它形式上是要你算一算的那种 小这种计算机 我不说出在客观级里面 但其实很多题 你根本算都不用算 一下就看出来了 好 然后第二个需要记忆的公式呢 现金管理随机模式 这个地方我们有口诀 我们一般不教大家口诀 我教你100个口诀 你上了考场你能记得吗 记不住对吧 教你一个口诀 这个你上了考场 记得住的 好 除此之外 本章还有其他 需要你下功夫的那些公式吗 没有 都是通过我们基本原理的掌握 理解了 那么你到了考场上 一看这个题 把公式 把这个等式写出来 数字网里面一带 求解出来 所以我们对大家的要求就是什么 除了这两个特别难的这个公式 没办法 一个是图形理解 一个是口诀 其他的都是你不要记 而且你要能轻松解写 这个是我们对大家的要求 分数 而且你要拿圈 好 我们沿着这个顺序开始讲 首先我们马上就要讲的是 营运资本的这个管理策略 所以就是总体的 接下来是分项的讲 我们讲应收 应收款怎么管 然后是现金和存货 这个地方我们把书上的这个顺序 稍微调了一下 书上先是现金 这里呢 为什么我们后讲现金 因为现金的管理跟存货的管理 它有一个大类的那个模型是一样的 就是存货管理的那个模型套到现金里面去了 所以教堂上虽然是不同的两节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是什么通的 你要学到最后你要看出来 原来他们这两个是一回事 看到这个程度上 你差不多 就是有一定水平了 就是最后一块呢 是短期债务的什么管理 应付款了 借款 其实怎么管理 好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再次强调一下难不难不难 出题的可能性有没有 还不小 所以对大家要求就是理解 把分数拿下 一点也不困难 完全能够做到 这个就是对大家十二张的要求 所以大家如果考卷拿下来 发现那十二张有到主观题 你应该嘿嘿高兴 是吧 给你送分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 但是同时对你的要求就是 必须一分不落把它拿下 否则你想这种比较简单的地方 你分数都拿不全 那你不是什么 就是你就这个你就太奢侈了 就是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第一部分 营运资本管理策略的这个讲解 那么这个策略 它又分成是什么 投资的策略和筹资的策略 我们先来看投资的这个策略 首先要明白两种成本 一种叫短缺成本 就企业的这个流动资产较低的时候 因为影响销售或生产而增加了成本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好比你开个小店 这个时候来了一批客人跟你说 哎我要买假商品 你兴了一哥的货架上卖空了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什么 因为你的流动资产重货 放在货架上的重货 就要少 卖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影响你的销售 那有的时候是什么工厂的原材料 你背的太少了 因为你要加快周转 原材料背少了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大订单 好了 生产不了了 所以这个就是影响了你的销售或者生产 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如果这笔生意你非做不可 那么你就要高价从外面买假商品 对应了你开的小店这个例子 或者是你从外面高价买这个原材料 对应的是什么 你在开工厂那个例子 所以因为你要加快周转 所以你把什么流动资产放的较少 导致影响你的销售或者生产 这个时候你的成本反而更高了 这个就叫做短缺成本 因为你短缺了 所以产生了一部分成本 好 再来看持有成本 你说我怕有短缺成本 那我就多备一些假产品 在我的货架上 我就多放一些原材料 在我的仓库里面 可以吧 可以 有的时候很好 比如说疫情来的时候 一个地区临时封闭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你订单下到这个地区里面 有用吗 没用 对吧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 你的这个原材料或者是什么 中间半产品你就买不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背了很多 短缺成本没有 是吧 但是什么成本上去了 持有成本上去了 什么意思呢 你怕这种情况出现 你囤了很多货在你的仓库里 这个就是什么 你的流动资产较多的时候 会失去等风险的投资收益 什么叫等风险的投资收益 你把一大笔钱花出去了 把它变成了原材料或者是假产品 放到你的仓库里面去了 那么这一笔现金 哎 你就不能用它去什么 买国债了 买货币基金了 这些不是有些利息的吗 是不是 短期的 所以第一种情况就是放大量的钱 在你的口袋里面 哎 如果要怎么样的时候 随时买 它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有可能会碰到什么 哎 突然地区出 公文链出了问题 正常的价格你买不到了 你要花更贵的价格去买去 第二种情况呢 我先把这笔钱花出去了 东西都在我的仓库里面 但是什么 这笔钱我就不能用来做短期投资 那个叫什么 投资收益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把它变成了东西放你的仓库里 所以你失掉了那个潜在的投资收益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机会成本 又叫做持有成本 为什么叫持有成本 因为你持有了那堆东西在你的仓库里面 产生的这种机会成本 所以叫做持有成本 好 两种成本 所以你三种投资策的怎么办 先来看市中型 市中型就是说你人不要走极端 你既不要把 哎呦 费了一大堆货在你仓库里 也不要什么拿着一大笔现金在你的手里 同时仓库里的这些东西很少 这个就是只有两个极端 所以这个市中型 市中型就是什么 兼顾 兼顾持有成本和短期成本 大体相等的时候 这个叫市中型 那么我们再来看市中型你搞清楚了什么叫保守型 保守型你就是怕突然购物链断了买不到 所以你就要什么 你就要放大量的东西在你的仓库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流动资产是多的 所以流动资产出收入的这个比例就是较高的 所以你仓库里的东西多是什么成本高啊 持有成本高 但是反过头来你短缺的可能性就很小对吧 所以短缺什么就是 这个是保守型 这个是什么 偏向从市中型偏向哪边 偏向仓库里有货 那么反过头来往另外一端就是从市中型偏向什么口袋里有钱 这个就叫激进型 激进型就是什么不怕 我就是要什么加快周短 加快加快再加快 加快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时候要生产怕 这个是刚到了货 马上就到我生产线上来 刚到了原材料马上就上我的生产线 这个是周短周到极致 这种是属于激进型的 激进型你想想看它仓库里放的原材料少 放的货架上放的产生品少 所以它的这个流动资产就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除上收入的那个比例就是低的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它的原材料少了 产生品也少了 所以它的汁油成本肯定是小的 但反过头来 就容易出现什么 容易出现短缺 所以短缺成本是大的 所以这个是三种投资策略的时候 到底哪个成本高哪个成本低 但是考题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 考题的时候会跟你说什么 会跟你说保守型跟市中型比怎么样 激进型跟市中型比怎么样 或者是市中型跟保守型 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谁跟谁比 你明白吗 保守型比市中型 流动资产是多的 市中型比激进型 流动资产也是多的 你要看清楚谁跟谁比 你最后是说 说流动资产多的不是保守型吗 怎么市中型也说它多了呢 你要看清楚谁跟谁比 跟激进型比市中型的流动资产 当然是多的了 所以题目的关键是谁和谁比 好 看这个题 我刚刚强调过 与激进型营运资本投资策略相比 市中型的是怎么样的 市中型的流动资产多 流动资产多就是什么 就是持有成本是高的 持有成本高了呢 短缺成本就是低了的 不可能好事都被你占 所以选B选项 那么A选项持有成本低 这个说的不对 C选项持有成本和短缺成本均较高 你说一个策略如果两个成本都高 这种策略还有可能存活下来吗 没有可能啊是吧 那你看最后一个选项是什么 是持有成本较低 短缺成本较高 这个说的是谁 这个说的是激进型和市中型比 现在是什么市中型和激进型相比 所以谁和谁比 一定要看清楚选择B选项 好我们再来看策资策略 刚才是投 投是什么 是自己玩 我要放多少钱在货架上 放多少钱在货架上 就是你备多少产生品在你货架上 放多少钱在原材料 就是说你买多少的原材料 放称呼里 是这个意思 策资策略是什么意思 策资策略解决的是 全程哪里来的问题 那你可以从股权资金来 可以从长期借款来 还可以从什么地方来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好看含义 如何为流动资产策资 叫做营运资本的策资策略 制定营运资本的策资政策 就是确定流动资产 它所需要的这个资金 短期的 长期的这个比例怎么分布 这个大致你了解 好 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 比较难记的这个指标出来了 指标 经营性流动资产中 长期资金来源的比例 叫做易变线率 易变线率高 则资金大多用 长期资金来源满足 就是你如果大多数 这个流动资产啊 就是这块 经营性流动资产之中 如果主要是用长期资金来满足的 这个时候常债压力就小 什么意思 因为它是长期的资金 如果是股 就不用环本腹息 如果是在环本腹息要的 但是呢 哎 时间比较久 辗转腾楼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呢 它的常债压力比较小 常债压力小 所以就叫保守性 我自己把自己弄的压力小一点 保守比较保守对吧 反过头来 我如果自己把自己弄的压力比较大 那肯定叫做激进性 好 我们来看一边 就是反过头来 易变线率低 说明你的这个资金来源 大多数不是长期的 就是短期的了 短期的资金 我们后面会看到 比如说短期借款 它还本腹息的这个压力就比较大 为什么 时间短啊 辗转腾楼的空间就比较少 所以你自己的压力就比较大 压力大了呢 当然就是激进性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 一个人他压力很大 他还很保守 是吧 压力大的人 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 都是想取得好业绩的人 他激进啊 是吧 躺下来了呢 之后呢 保守 压力小 是吧 所以这个是 你大致理解就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公式 易变线率等于什么东西 分子上股权的股东权益 加上长期债务 这个你理解 对吧 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个东西 一直把这两块都当作是长期资金的 还加了一个建议性的流动负债 怎么把这个东西也当作是长期资金来源了 就这两个是长期的 你肯定明白 现在把这个建议性流动负债也当作是长期资金来源了 三项长期资金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就长期资金来源比较多 把长期资产扣掉之后还铺出来一块 多出来一块 多出来一块之后 投到哪里去了 长期的资金来源没有投到长期的资产里边去 肯定投到短期的资产里边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看看 长期资金来源里边投到短期里面去了多少 然后占你什么 占你总共的这个叫什么 轻易性流动资产的这个比重 所以这个公司是这个样子 怎么记 我们把刚才的那个三项 分子的那个三项叫做长期资金来源 就变成是长期资金来源减去长期资产 分子除上轻易性流动资产 即变成绿的这个公司 待会还会画图的 好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 就是公司已经简化下来 问题的关键就在 为什么这个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来源 以前的教材 我考试的那个时候 教材上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某一些啊 经营性的 比如说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它流动负债 你学过一点点会计对吧 你有一点点的会计的基础 你就知道流动负债 它是到期时间比较短的 我们当时 财园上 教材上有一句话 就是叫做什么 某一些 他看起的到期时间很短 负债 其实它是有趣的 某一些到期时间很长的 其实它的 是吧 它反而很短 这好像有点辩证法的味道 对吧 说着把人都绕进去了 其实是对的 怎么对 怎么理解这句话 就是这里 只要公司是持续经营的 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就会一直存在 你说不对 我买了一个东西 人家说三个月付款 你三个月不就付掉了吗 这笔应付账款 不就存在了三个月吗 或者你把它寄到什么 其他科目里面去 那不就三个月吗 这个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怎么是长期基金来源呢 你想想看 三个月之后 你这笔钱是付掉了 但是三个月这个当中 你是不是买了其他的东西啊 是不是这笔应付款没了 其他的应付款还有啊 所以说只要公司一直活着 他的这个你什么 比如说买原材料的这个应付款 他就是滚动的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他每这个公司 每个月一号买一笔 理想话 绝对理想话 有一个公司 他买原材料 就是每个月的一号买一笔 如果遇到解假日就顺延 顺延到解假日之后的 第一个工作人可不可以 好 那么他一年买多少笔 12笔 假设账期三个月 那他一月 一号是原的 对吧 假设二号或者三号 四号买的 那么就他到四月初把它付掉 但是你想想看 一月份的付掉了 十二月份的肯定也付掉了 对吧 在三月份的时候就付掉了 但是什么 但是一月 这个二月初买的 三月初买的跟四月初买的 他又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公司账上始终滚着什么 三个月的应付款在那个地方 三个月才购入应付款 是不是 所以只要这个公司活着 这个应付款就一直在 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 经济性流动存在就一直存在 不是说特指应付 假公司的这个应付款一直存在 而是说个比 他总有那么什么几个月的这个应付款 留在这边 所以就是说 他这样看起来 他是一直都有的 所以就叫做长期资金满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公司 刚才分子上面的 股东权益加上长期债务 加上坚信的流动负债 把它叫做长期资金满了 我们刚才是先讲了 这个叫什么 简化了这个公司 然后再跟你讲这个原理 这写奖金的时候是 送过来的时候 好 然后我们要在图形上理解 这公司太难记 所以你说好很好记 你说我一下就记住了 你过一个礼拜你再来考 反正我当老师 我就觉得这个公司 还是稍微有点难记 为什么 因为考这个地方的题不多 不多 不是每一套卷子里 都有题 要你算这个公司的 所以你听完这次的课 看完十二章的书 做完十二章的 清通过关的习题 这个段落过去之后 你就会面对长期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是用不到这个公司的 人们一不用就忘了 所以等到你第二面 回过头了再看的时候 十有九九 你这个公司 你是记不住的 所以我们就要来处理一下 给你加深一下印象 怎么加深呢 这里 你看股东权益 应该是放到最下面 对吧 长期债务 长期借口在下面 经营性的流动负债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 也是靠下 所以右下角的这个三块 长期资金来源 长期资金来源 右下角的减去 左下角的长期资产 等于什么 右下减左下 等于左上减右上 左上减右上 就是经营性流动资产 减去短期金融负债 只不过这种情况是什么 这种情况是当企业 存在短期金融负债的时候 就短期借口的时候 就是这幅图 图一 这个时候 我们一变性率的分子 长期资金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右下减左下 就等于左上减右上 就是经营性流动资产 减去短期金融负债 我们把这个经营性流动资产 减去短期金融负债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里的这个A 就是这一段 左上减去右上 不就是这一段吗 右下减去左下 不就是这一段吗 对吧 这一段我们把它叫做字母A 所以我们一变性率的公式 就变成这幅图上 就是A除以B了 你看看 这里A明显比B小的吧 为什么比B小 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 短期金融负债 只要这一项存在 你去画 随便你这个短期金融负债 是有一点点还是有很大 这个A就是比B小的 它就是小于一的 所以这幅图 其实就告诉你了 只要存在 注意啊 是只要 只要存在 我们的短期借款 只要存在短期借款 一边现在有一定是小于一的 这个结论你先记住 从图上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后面要用到了这个 到时候整理表格的时候 这个就当做是什么 一个结论性的东西了 那么你做题的时候 你就这个是什么 短期借款的时候 有短期借款的时候 一边现在有小于一 这个也是 结论性的东西 让你是什么 要你一身见血的东西 快速做题的东西 好 刚才是存在短期借款 现在我如果不存在短期借款 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短期借款可以大 很大很大很大 然后让它小小小小小小小 小到零 再小 再小就变成什么 变成短期投资了 我不是短期 我不是要问别人借钱 是我手头钱有的多 我去借给别人 借给别人 那不就叫做什么 其实是短期的投资 叫做金融性的流动资产 就是短期的这些金融资产 好 当企业存在金融性的流动资产的时候 我们看这幅图 长期资金来源减去长期资产 长期资金来源你看 权益 长期借务 经营性流动负债 右边 右下 右上没有了 右下减去左下 长期资产减出来是什么 是A 是这一大段 这一大段等于什么东西 A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加上金融性的流动资产 等于这两个加 那么我们来看 金融性的流动资产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金融性质的 短期投资性质的这种科目 对吧 那么你记得在 国安利用资产负债表里面 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 金融资产 你不是要把它 重复累到右边去的吗 浓到右边去 作为金融债的低渐项 所以这个正数的 金融性流动资产 你可以看作一个负的 那个净负债 所以就是什么 负的净负债 它不是真的净负债 它是净负债前面带一个负号 所以此处 金融性流动资产 在管理用财务报表体制下 属于净负债的这个抵减项 所以加一个金融性的流动资产 其实就是减去一个短期金融负债 只不过你减的这个数是一个负数 所以这个样子 我们这里的两个星号的试子 和这里一个星号的这个试子 它就统一起来 它都是什么 它都是净行性流动资产 减去短期金融负债 如果当企业存在短期金融负债的时候 画出来图就是我们这里的图一 如果企业不存在短期金融负债 它资金有的多 它其实是一个金融资产 短期的 那么减去一个负的 短期金融负债 它其实就是加上一个金融性流动资产 所以两个试子是等效 所以我们的易变性率 就是变成了A除上一个B 只不过这里的A是什么 画在图上是 这个样子的比金融性流动资产要大 要加一块 所以你看出来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回易变性率大于1 是因为A它跑到这里来了 是说明什么 是说明只要存在 只要存在闲置的资金 这个闲置的资金 我们进行现金管理 后面会学到 你就把它投出去 投出去它就是短期的金融资产 其实就是 或者就是我们这里写的 短期的金融项在左边 它是一个行纸之间大于1 短期的金融项它在右边 它是临时找别人借一笔钱 那它就是小于1 就这个是本质 图上就看出来了 好 我们再来把它再细分一下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这个知识点下的流动资产呢 是按照投资需求的时间长长分类的 会计上的流动资产呢 是按照到期时间长长 对吧 到期一年内到期的流动的 一年以上到期的飞流动的 我们这边是看什么 如果这个东西是你一直要的 比如说 我是做这个叫小超市的 我货架上的东西是一直要的 对吧 你说我这一袋巧克力 明明一个礼拜就卖出去了 一个礼拜我就收回来了 是吧 看起来在会计上 它是一个短期的 是吧 但是因为你的货架上 一直要摆着一袋巧克力啊 它就是什么 这个需求就是永久存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长期的 所以我们根据的是什么 你这个需求 你要用这一袋巧克力的这个需求 是一直都有的 还是你就用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就永远不用了 好吧 是这样分类的 好 你看我们来看 我们把流动资产又分成是稳定性的 和波动性的 稳定性的就是什么 那么淡紧 闲的都什么没啥事干的 那个淡紧你也要的 打底的 你货架上必须一只要有啊 你没有别人怎么知道你在卖呢 这种就是什么 这种就是叫做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淡紧也要 长期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这个就叫做稳定性的 那么什么是 不是稳定性的 波动性的呢 季节性的 比如说我一个小超市 平时就买正常的东西 夏天来了 我会放进一点冷饮 我冰柜里的那些个冷饮 是稳定性的吗 是一年到头我都放在那边 你说是的 冬天你也买冷饮的 不要脚针 不要抬杠 冬天你冰柜里放的冷饮数 是比较少的 夏天你冰柜里放的冷饮数 是比较多的 冬天你如果放20个 20个冷饮 夏天你放100个冷饮 那么这个多出来的这个80个 这就是实际的波动 一到夏天你多放80个冷饮 在这 在你的冰柜里 这个就是收集结构的影响 呈现周期性波动的这个流动资产 叫做波动性流动资产 好这个是流动资产的分类 再来看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呢 也分成是临时性的和经营型的 经营型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比如说一个月初买一次 你常常一直都有滚然的三个月的 应付的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叫做经营型的 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一直都有的 长期一直都有的 自发性的 进行性的 那么临时性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比如说夏天你要多放80个冷饮 那么你要净货净80个冷饮 那你要掏钱啊 这份钱哪里来 你可以用短期借款来满足 所以这个是一个零时性的 当然你说 后面马上就要讲到 你说多出来的这80个冷饮啊 我可以全部用短期借款来进货 我可以用少一点的短期借款来进货 我可以用什么连这个本来的20个的这个能源 我都用短期借款来进货 这个是不同的策略 但是呢我们就说是什么 用短期借款的这种叫做是什么 是零时性的 其他的你通过应付款项的这种自发性的就是什么 你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就自发能够形成的 这种叫做长期资金来源 希望我说清楚了 我们就把这种金融性质的短期借款 叫做零时性的 短期借款等短期金融负债 叫做零时性的 其他呢 签合同跟你的供应商这些签合同的这种 应付款都叫做是经营性的 好 这里就引出三种筹资策略 我们先来看失踪型的 失踪型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平时货架上的那些货一直都要有的 你是什么 你是用你的长期资金来源来满足的 长期需要的 你用长期资金去解决 包括你冰柜里打底的那20根冷饮的资金 你是用长期资金去解决的 但是波动型的季节性需要的夏天来了 要多放80块能盈 这个时候呢你要多一笔钱 这个时候你用什么 你用短期资金去解决去 短期借款去解决去 这个就叫做失踪型了 所以长期需要的用长钱 临时需要的你用短钱 这个就叫失踪型 那么失踪型出来了 往两边 那么保守的就是什么 保守就是不敢借钱 不敢借钱 所以就是这个季节性的这个需要的80个能饮的资金 我也只用短期借款去解决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怎么办 还有一部分当然也是长期资金来解决了 所以保守型的策略就是什么 就是多用一些长期的 怕万一短期的资金借不到怎么办 所以你就是长期需要的那部分流动资产 长钱去解决 临时性需要的呢 长钱和短钱共同解决 也就是说什么 是你临时性季节性需要的这部分东西 他所对应的钱啊 你短期借款借的要比这个要少 这个是保守型 那么反过突然基金型就是什么 基金银就是你临时性的需要的这部分的东西 80个能饮 对应的钱 你短期借款借的比这个要多 所以这个临时性出来的全部由短期去解决去 短期的要的东西短期去解决 长期要的那些东西呢 长钱和短钱一起去解决去 所以你看失踪型的 他用短期的资金用的就是失踪的 保守型的用短期的用的要少 激进型的呢 用短期的用的要 这不是长啊 是用的是要多 为什么要激进啊 用短钱用的多一些 为什么 短期的借款 他的资本成本要低一些 他想多振一些 好 我们来看啊 我们把它画出来这个图 我们还是先从失踪型的开始看 失踪型的长期资产 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长期资产就是什么 转体设备啦 土地藏房啦 生产线啦 这些长期资产 稳定性的流动资产 铺货架的啊 这些一直都要有的 冰锅里打底的这些 对吧 好 这里 左边一共是14对吧 那么是低股期 低股期我们是说 这些都是一直都要有的 长期都需要的 全部是由长钱来解决 所以你看长钱右边是多少 股东权益6加长期债务5 加起来11 再加上经营性流动资产 我们说也是长期资产来源 所以长期资产来源14 所以你看左右相等对吧 好 适中型的 那么这个是低股期 那么高峰期的时候 你又多需要80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 长期资产7 稳定性流动资产7 还多一块波动性的流动资产 6 所以左边一共是20 左边一共是20 那么但是它的是什么 非临时性的 就是非临时性的这个资产 就是把波动性的流动资产扣掉 剩下的那部分是多少 其实还是14 对吧 当然是14的 因为我们说 它在淡季的时候是14 这部分 那么它到旺季的时候还是14 否则你在淡季的时候 它就不是14 对吧 所以淡季和旺季相比 它只是少掉了 波动性的流动资产 这边6 所以旺季的时候 其实是在淡季的基础上 临时性多了一个6 好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资金 是怎么筹策的 资金 股东权益6 长期债务 无线性流动 负债3 加起还是14 所以它还是长期 一直都需要的这部分 还是用长钱去满足它 短期 临时多出来的 那80个人影 打个比方 这个就是说什么 那个6 它是用短期金融负债 去满足去的 所以它长期需要的 用长钱去满足 短期需要的 用短钱去满足 这个就叫适中性 长短是匹配好了的 好 来看保守性 保守性 我们说它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 我们说它在三种情况下 它的长期资产和稳定性流动资产 全部是14 你看看这边是不是14 这边是不是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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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里你说左边还有一个3 那个是什么 闲置下来的资金 为什么闲置下来呢 是因为它保守啊 它在淡季的时候 刚才失踪的时候 长期一直需要的是14 所以它长钱就配了14 它现在保守 说哎呀 我还是多放一点长钱吧 万一哪个地方出了点漏子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它长钱放了股东权益6 长期债务7 这一些流动负债4 加起来就是17 这里是等于 这里呢是小于 长期需要的那些资产是14 长钱是17 所以长钱形成了闲置资金 有闲置资金 我们说过它一边限率就是多少啊 就是大于1 看我们 这里呢 它没有闲置的资金 也没有短期的那个金融负债 所以它的一边限率就是1 这个就是保守限率 好你看它的长钱是17 到了下面呢 它的长钱还是17 忘记 忘记我们说刚才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是什么 临时性的那个资金需求会出来 看看乔是不是也是6啊 对也是6 所以你看你淡季的时候 你长钱提供了17的资金 其中呢 你长期一直需要的 用掉了14还闲下来3对吧 闲下来3到了忘记的时候 你要需要6 所以需要6 你可以先把闲下来的那个3给它用掉 还差3 还差3 你看看这边就是什么 短期借3块钱啊 短期 所以你看到没有 它这回到忘记的时候 总的需求20 总的需求是20 它是怎么筹策的 长钱17 短钱3 所以你看看临时性的这个需求的资金6 它用的这个短钱 哎 小于它的 是吧 所以这个是什么 长期的资产 加上稳定性的流动资产是小于你的长期的金额的 临时性的这个资金需求呢 是大于你的短钱提供的资金了 为什么呢 因为淡季的时候本来有闲置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的激进型这个地方 激进型就是什么 就是在淡季的时候 跟适中型的相比你的长期要出14的 现在呢 我说什么 我连淡季的时候我都少出一些长期 我出什么 我出短期 你看它是什么 它是用长钱4加4加3是10亿 用短钱3来满足 所以这个地方 我的稳定性流动资产加上长期资产 就是长期一直都需要的这部分资产 是大于我的长钱的 所以这个时候大于怎么办 不够不够 你就要有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一旦出现 一变现率就是小于 好 你想想看淡季它都已经要短钱了 那么到了旺季又多了临时性的这个需求的时候 那么它只能短钱再多6了 所以你看这里短钱是3 这里短钱就变成9了 所以它的长钱是1 短钱是9 它这里的长期需要的资产 是大于你的长钱的 反过头来呢 你的临时性需要的这个资金呢 临时性的这个资产呢 6是小于你的短钱的 所以你靠你的短钱不但支持你的短期的这个需求 还支持你的一个什么长期的这个需求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三种策略的用图形象的把它画出来 我们的基准都是什么 基准就是长期资产 设备厂房 什么专利技术啊 这些东西 加上稳定性流动资产是14 你看六幅图这块都是14 长期资金来源 我们的六幅图有变化 最终就形成了什么 就形成了保守型 失踪型和基净型的策略 在保守型下 长钱都是17 在失踪型下 长钱都是14 在基净型下 长钱都是11 那么淡季的时候 基本上长钱加短钱都是14 旺季的时候 长钱加短钱都是20 唯一有一个例外 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有闲置资金 所以你最后再跳出头来 看那个一边线率的金额 是不是除了左上角这一格 它是有闲置资金的 所以一边线率是大于1的 除了中间上面的这一格 它既没有闲置资金 又没有短期资金 所以它一边线率等于1 剩下的四个 下面的三个 加上这个叫右上角的这一个 由于都存在短期的借款 短期金融负债务 所以它的一边线率都是小于1的 所以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根据一边线率的大小 你在高峰期的时候 你能判断出它是采用了哪种策略吗 判断不出来 因为三种策略一边线率全小于1的 我说仅根据一边线率的大小 所以仅根据一边线率的大小 我可以在 淡期的时候 低估期的时候 去判断它们是哪一种策略 在高峰期的时候 我是判断不出来的 因为一边线率全小于1 好 这个就是2 要理解 科后大家 根据这幅图你反复琢磨去 好 我们底下来看这个小案例 甲乙饼都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规模接近 但是呢 他们的营运资本筹资策略有所不同 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 你就大概你就知道我要考虑什么了 到底是接近型的保守型的 还是失踪型的对吧 好 为简化计算 假设三家企业常年配置的 借金性流动资产 长期资产 均分别为 400万和320万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你一直都需要 资产 不是藏钱 这三家都是一样的 加起来都是720万 那么旺季还会额外的多出来 临时性的这个存货 160万 所以淡季720万旺季就到了880万 那么你这个是你左侧资产端 右侧你的这个资金端 靠你的长钱和短钱来解决 他们究竟是怎么弄的呢 你看他的长期资金来源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长钱 分别是多少 八百七百二和六百四 所以你看就是越来越少对吧 你说这个三家里面谁最保守谁最激进 这个三家里面谁最保守 不是现在不是问的你是不是激进型保守型 长钱越多的越保守 短钱越多的越激进 长钱谁最多 假最多 所以这个三家里面假最保守 这个这个这个饼啊 最激进 所以你大致你就先要有这个判断 好 如果长钱不够了怎么办 用短钱来把它补足 短期借款 如果资本过剩 就投到短期国债里面去 资本过剩就是什么 就是有闲置资金 就是你的一边线率淡季的时候 就要大于一了 你的什么 你就是保守型的这个策略 那么淡季的时候一边线率等于一 始终型的 淡季的时候一边线率小于一 既进行了 好 叫你算三家一边线率 分别淡季和旺季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过程都放在里边了 常备的经营性的这个流动资产都是400 季节性的淡季没有 旺季都是160 经营性资产小季 好 长期资产 资本总需求 淡季都是720 旺季都是880 这个地方应该比较好理解吧 好 长期资金来源 但旺季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变的 甲就是800 乙就是78 扁就是什么 640 所以你两者一减C减去这个D 你看我公式这边都写了 就可以得出 甲乙扁在淡季的时候 分别需要的短期兼容负债 也就是短期借款 分别是多少 所以你看中间这个要 像什么780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不够了 就要出80 这种情况下呢 负80什么意思啊 资本总需求 假期资本淡季的时候 资本总需求780 结果长期资金来源 长前出了800 有80的是什么 闲置 闲置它是金融资产 所以它是一个负的 金融负债 只不过它是短期的 你要强调出来 好 这个是到E求出来了 那么长期资金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长期资金来源 这里有了D 减去你的长期资产 就是D减去这个B 你也可以把它们求出来 那么E变现率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里的F 长期资金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除上我的一个A 金融线流动资产 除出来 好 全出来了 E变现率 所以你看它在淡季的时候 它是 E变现率是大于1的 所以贾是什么 是保守型的 淡季的时候 等于1是东型 淡季的时候 小于1 激进型 对吧 我们刚才其实大致 就已经有一个判断 这个三家里面 贾最保守 柄最激进 自己在中间 对吧 这个是一种算法 我们在刚才画图的时候 给你说过 长期资产来源 减去长期资产 也等于什么 这个两项它本来天生 它就是相等的 等于金融性流动资产 减去短期金融负债 所以你也可以拿 A减去这个E 你看看这里A是什么 是400 E是多少 是负80 400减去负80 等于480 一样的 所以这个两排 它天然 它是相等的 算下来是一样的 所以你一边限率 也可以用 静性流动资产 减去短期金融负债 这个是分子 除上你的分母 静性流动资产 算下来也是一样的 两种算法 都可以把它算去 好 这个就是我们 举的一个例子 一个小题目 让你再体会体会 它的一个具体的计算 最后在理论的部分 后面还有题目 我们做个小节 现在有几种筹资策略 三种保守 失踪和基金 那么短期金融负债 谁用的最多 基金用的最多 保守的用的最少 为什么基金用的最多 它为什么要多用短债 短债的资本成本低 我觉得我经营能赚更多的钱 经营比如说 我利润率十个点 我借一个六个点的 短债进来 那么我不是就有四个点的 通过什么借贷 产生出来了吗 是吧 所以它为什么要激进 它为什么要多弄短债 压低我的资本成本 然后我可以挣更多的钱 激进 那么失踪的 用的肯定是失踪的 保守的肯定是用的最少的 好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图上 给大家看看 保守 失踪 激进 短钱谁用的最多 你看这里是什么 三 六 九 在旺季的时候 激进人用的最多 对吧 在淡季的时候 这里是多少 这里没有 不但没有 还有闲置 所以其实是什么 是负三 这里是零 这里是三 也是什么激进 最多保守最少 所以这个就是我表格里 总结出来的第一行 刚才跨图的时候 也给你看了 在低谷的时候 保守的时候 有闲置资金 短期金融负债是小于零的 失踪的是等于零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激进是大于零 就我们刚才那幅图 你可以回头去看 那么高峰的时候 这里分别是什么 小于波动性流动资产 等于波动性的和大于波动性的 你看看下 我们回头去看一下 在保守的时候 短钱这里用的是三 是不是小于波动性的 这个流动资产 小于对吧 失踪型的是等于吧 都是六 激进行的呢 是大于 这里是九 这里是六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标里总结出来了 所以你抓住市中型的 低谷的时候 没有短期借款 那么高峰的时候 就忘记来了 资产临时多出来一块 怎么去匹配他 用短期借款去完全去匹配他 所以他这里是去等 那么你向保守和激进去进行推导 就出来了 好 然后再来看长期资金来源 谁用的最多 刚才第一行说的是短钱 谁用的最多 那么长钱呢 就反过头来 加起来必须你要全满足啊 这里用的少 这里就用的就要多 这里用的多 这里就用的少 那么资本成本呢 当然是长钱 它的资本成本要高一些 所以你长钱这里用的多 资本成本就要高 短钱 这个激进行呢 你长钱用的少 资本成本就要少 你看到没有 他为什么要激进啊 想多认钱啊 资本成本低啊 适中的永远是中 对吧 一边一边一边 长钱用的多的一边线率就要大 短钱用的多的一边线率就要小 你看看 我们刚才求出来的 是不是甲乙饼从保守到激进 一边线率越来越小啊 淡季跟旺季都是这个样子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总结出来 一边线率从左到右越来越小 旺季的时候是什么 保守型的 他的这个叫做这个旺季的时候 保守型的 适中型的和激进型的 全部是小于一的 为什么全部小于一 因为你在旺季的时候 全部是有什么 短期金融负债的 所以这里呢 小于一 小于一和小于一 但是在半季的时候呢 保守型的是会出 闲置资金的 出闲置资金的 一边线率大比一 有短期借款的 一边线率小于一 那么适中型的是既不闲置 也没有短期借款 它是等于一 好 这张表 所有的全总结出来了 希望同学们在课后 结合这张表 小结 以及什么 就是这幅图 再好好的再体会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 历年的这些考题的这个部分了 21年单选期 假公司既进行 筹资策略 下列有关假公司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什么 第一个 波动型流动资产 大于短期金融负债 波动型的 它是 首先它是什么 它是激进 激进 波动型的流动资产 什么时候有啊 只有在互动机的时候 在有对吧 我们说激进型的时候 是什么 短债用的很多 短钱用的很多 短钱用的很多 应该超过 波动型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说大于错了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小于 你结合我们刚才那张表和那个图 再看一看 来看逼选项 稳定型流动资产 小于 短期金融负债 这两个之间什么关系 看不太出来 稳定型的这个流动资产 是你左边的长期都需要的那个 资产的那个的一部分 跟短期金融负债 根本就没讲过他们之间的大量关系 无法判断 再来看C选项 营业高峰时 易变线率大于一 旺季的时候 所有的全部是小于一的 不分什么策略 全部小于一 最后呢低谷的时候 小于一 你看它是激进型的 激进型的在低谷的时候 在淡季的时候 它也是有短期金融负债 有短期金融负债 易变线率小于一 你的 这个资产是多少 就是它一直都需要的 在淡季的时候都需要的 2000万 那么我们再来看 在生产经营高峰期 旺季 零时多400万出来 好 经营性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和股东权益 这个三项是什么 长期资金来源 长期资金来源2000万 其余的不够了 就是短期借款 它是什么筹资策略 你看啊 它在淡季的时候 长期资金来源 恰好满足了 你所有的资产的这个需求 有闲置吗 没有闲置 有短期借款 没有短期用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失踪 在正好在中间 有闲置就是保守 有短期借款 在淡季有短期借款 就是什么 就是激进 所以这个机选择 是失踪性 选择A选项 这个地方就是 你算一下 长期性资产 和长期资金来源 恰好相等 所以它是失踪性的 选择A 那么再来看这个题 这个 18年的多选 假公司是季节性生产企业 说明是有什么 波动性的 波动性流动资产 等于 经营性负债 经营性流动负债 这个是属于什么 属于长期资金来源 和短期金融负债之和 那么它关于它的这个筹资策略的这个说法当中正确的是什么 你看看 它是波动性的 那么你想想看波动性的这个流动资产 就是它是临时的 临时出现的这个需求 它还用一部分长钱去解决它去 说明什么 它的长钱不但解决了 它一直都需要的 还去解决它临时性多传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最左边那个 它到了淡季的时候 没有波动性的这个流动资产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长期资金来源不就闲置下来了吗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保守型的 保守型的A选项对的 它在低谷期的时候 它的异变线率是什么 是大于1的 B选项错 C选项在高峰的时候 异变线率等于我们说在高峰的时候 因为不论保守基金融还是失踪 它都有短期接管 所以它都是什么 它都是小于1的 所以这个C不对 那么D只能是对的对吧 它在生产经营的淡季 有闲置资金 这个是对的 所以这道多选T选择A和D 选项 那同学们课后可以再看一下这里的这个解析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题 甲公司是一家生产和销售电暖器的企业 夏季是其生产淡季电暖器嘛 夏季当然是淡季了对吧 应收重货应付都处于 这个处于正常状态 根据如下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它的筹资策略是什么 6月30号 6月30号你说 是什么天 很热了是吧 所以肯定是淡季 不可能是旺季 所以你看淡季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闲置资金吧 交易性金融资产 短期的这种金融资产就闲置 在淡季的时候有闲置 你说它是什么 保守啊 所以这个样子你还要去算吗 根本就不用算 就是有就就判断出来 因为有闲置资金 所以它是保守性的 选择必选项 所以属于保守性 就判断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题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不用算 就判断出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算一下 它一边限制是多少 经营判断 我们说因为你对图形 对刚才我们总结的那个表格 有了准确的这种理解 上来就一眼就看到它什么 它的这个就最核心的这个要点 这一块有闲置 所以一下就判断出来了 好再来看一个多选题 与采用激进型 筹字策略的相比 那么我采用保守型的 筹字策略 保守型的是什么 长钱用的多 长钱用的多 所以你的资金成本就高 这个是对的 长钱多 你的一变现率就较高 这个也是对的 所以这个它是个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策略 保守型的策略 保守型的策略资金成本高 保守型的策略一变现率高 这个在我们那个叫什么 这个总结的这个表格里面也有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C合计 举债和还债的频率较高 对不对 我们说只有你短钱用的比较多的时候 你才要不停的借不停的还 不停的借不停的还 这个你的举债和还债的频率才较高 它现在是保守型的 长债比较多 长期的这个资金来源比较多 长钱比较多 所以这个地方说错了 它的频率是低的 再来最后一个 蒙受短期利率变动损失的风险较高 我们说一个是长钱 多 短钱就是短期借款嘛 我们就直接说 短期借款少 这个是保守型的 还有一个呢是基金型的 长钱少 短期借款多 你说这两种 哪一个短期利率变动起来 它的损失会更多 当然是短期借款多的这个 短期借款利率变动起来 它的这个风险不确定更大了 你现在是保守型的 短期借款本来就比较少 那么你跟什么 跟短期利率的这个相关度就小了 所以你风险不是较高啊 是较少啊 所以AB是对的 CD是错的 解析 同学们你客户可以去看 好 来看一个小小的这个叫 智商分析题 甲公司是一家化工原料生产企业 生产经营 无季节性 一样的 一样的就是什么 你想想看一样的就是都是淡季 还是都是旺季 都是淡季 为什么说它都是淡季呢 因为我们说旺季的时候 是额外多出来一块 现在它没有季节性 就是没有一个月份 会额外的多出来一块 那不就是所有的都是淡季呢 所以你就相当于它现在就是淡季 这个第一句话 无季节性 就是这个关键 你要领悟到这层 这题就有了 股东采用管理用潮报表分析体系 对2021年度的这个业绩进行分析 好 主要数据如下 收入 税后进行减利润 税后离息费用减利润 好 这个报表也摆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你来看 要求计算20年末21年末的一边线率 分析假公司 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筹资策略 你看一边线率这个没什么 就是基公司对吧 不论你是什么直接计 还是用图形的理解 就是个导公室 其实你看他这个地方 问你哪一种筹资策略 筹资策略 或者筹资政策 其实是在一边线率的这个基础之上 叫你去做判断 那么我们说过只有淡季的时候 你才能根据一边线率判断策略 对吧 忘记的时候怎么判断 忘记的时候全小于一 是吧 好 这个就是也在暗示他 其实你就把它当淡季去做 如果营运资本筹资政策发生变化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题呢 就是叫你去算一边线率判断政策 然后再稍微简答一下 那么一边线率是什么 长期资金来源 长期资金来源算什么 股东权益 肯定是的 这个两个加起来是股东权益 你就不要再加重复了 那么净负债合计你要小心 长期资金来源 只算里边的长期借款这个部分 短期借款不是长期资金来源 好吧 这个还有一个长期资金来源在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经营性的这个流动负债 所以是这个三项 所以你可以用长期资金来源 减去这个就是经营性的这个长期 这个长期资产是什么东西 经营性的长期资产 这一块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你的分子 分母就是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你就套这个公司去做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我的什么 用我给你就是 就是用图一跟图二等效之后 给你变化出来的那个公司 也可以 经营性流动资产减去 你的那个短期的金融站 也行 当做你的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分子去做去都行 好 我们来套公司来做去啊 2020年末的异变现率 一万二八千加上两千减去一万六 我们来看一下啊 2020年末的这个 一万二加上八千加上两千 再减去一个什么 再减去一个长期资产这里 一万六 所以一万二加八千两万 两万加两千两万二 两万二减一万六等于六千 六千除以这个 经营性流动资产 所以等于一 淡季等于一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这个失踪型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说了 假公司没有季节线 所以年末的异变现率 可以视为低股式的 这句话你要写出来 要不然你为什么能套到这个 结论里面去呢 然后2020年2020年 它这个地方是等于一 所以它是失踪型的 21年是什么 21年你可以看我们这笔事 12500加上长期借款 22500再加上这个 再加上这个就是 精英性的流动 流动负债 等于两万五 两万五减去我们的 这个长期资产 这一下 等于什么 等于五千 五千除上七千五 精英性流动资产 等于三分之二对吧 等于就是五千除上七千五 我们说还可以怎么做 还可以用 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七千五 减去 短期的借款 2500 也是五千 五千除上 你的这个叫 经营性流动资产 也是三分之二 那么2020年末呢 也可以这样做 经营性流动资产 六千 减去你的短期借款 有没有 零 所以分子是六千 分母是多少 经营性流动资产 六千 六千除6千等于 所以两种方法 计算是一样的 那么刚才 我们这里算下来 三分之二 零点六七 那么这个就是 二一年采用的是 基金 你由二零二零年的 失踪改成 二零二一的基金 短期借款的 比重多了 在全部资金 来源中的 这个比重 占比值在加大 税后 利息率下降 这句话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你想想看 你本来全部是长期借款 现在呢 你的借款当中 有一部分是长期借款 有一部分是短期借款 那你说说看 你的这个借款 债务这部分的利息率 是不是在下降 本来全是长期的 现在你是加权了一下 对吧 下降了 所以你的收益是提高的 所以他为什么要激进 本质上是他想挣更多的钱 他是想要短期的那个借款 资金成本比较低的 把它借进来 规模变大一些 然后是什么 然后创造更多的效率 所以公司的收益是提高 但是反过来是什么 风险是加大的 所以这个风险是不是加大 资金成本是不是下降 还是怎么着 你在我们的那个 总结的表格里面都有 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回问 那幅图 就是那个框框里面 有六个小图的 和我们总结出来的 小结出来的 那么到这里 第一节 我的营运资本的管理 的投资策略和筹资策略 就都讲完了 那么一边线率是比较难记的 我们把它两种情况下 统一成都变成A出于B 你可以通过这个图 你再好好理解一下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式 分子我们究竟是怎么化解的 那个长期资金来源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说 静音性的流动负债 它属于长期资金来源 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的领悟 包括我们就是六幅小图的那个图 和我们的那个小结的这个表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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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